据塔斯社莫斯科12月16日报道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断然否认了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中 关于普京命令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除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说法 佩斯科夫对塔斯社说 这完全是一派胡言 华尔街日报16日刊登的一篇文章援引乌克兰情报部门的消息称 普京曾命令车臣领导人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占领基辅的政府大楼 并除掉乌克兰总统 普京准备听取作战指挥官有关特别行动的建议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7日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作战指挥部会议上表示 他准备听取关于特别军事情动近期和中期行动的建议 军官同志们 今天我们将听取每个作战方向上的指挥官的意见 我想听听你们关于我们近期和中期行动的建议 普京说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此前表示 普京获悉了特别军事行动各兵种联合参谋部的工作情况 他说普京16日在联合参谋部工作了一整天 了解了参谋部的工作 听取了关于特别军事行动进程的报告 并与司令员们举行了会议和单独会晤 综合中国新闻网 参考消息环球时报